这盘棋将解是仙鹤神针 2009年的向前联赛 第21轮 本局是许云川对战张晓平之战 之前呢 也有两位名人走过这个棋 那个棋是黄海林战胜的胡荣华 当时的话 我们没找到破解方法 今天咱们学习一下 看看这个两头蛇对战三步虎 该如何应对 红方想对军 黑方不对 反而对炮 抢先手 红方打掉之后 黑方打掉 看着打马是先手 红方上马之后 因为他阵型好 已经是后中先 黑方这里选择飞向 这儿必要的时候可以挂交马 红方的话走的是向西进 那么当时胡荣华走后手就去输了 看张晓平如何布局 他选择的招法是足三进一 那红方就吃了 黑方一吃之后 红方是出去吃炮 黑方这时候走的一个炮二平四 因为他这个鞠吃着马 所以你压马来不及 然后呢 红方就上三路马 黑方就顺势上马 这样的话 这个鞋啊 他得以调刑 红方则趁机吃一个足 抢夺先手 黑方补试 红方是炮一平三 盯住他 黑方这里为了简化局势啊 也就把鞠给换了 换掉以后呢 红方右鞠准备左翼 黑方跳马 红方把鞠掉过来 这个时候你不能急于去对鞠啊 因为对完之后啊 将来这个子力位置啊 比较弱 比方说你对完人家马歇进八就上去了 你这个马不火 所以残局容易吃亏啊 那么点鞠进来 然后找机会啊 再上马 红方这时候先看住 他将来有一个打鞠的手段 黑方一上啊 红方这一打 黑方一退之后啊 红方再退回 他是要继续打局 黑方就给他点进来 那么你一打 他过来抓你试 红方甩着边线 是要打足 他主要是骗你吃兵啊 敌心一将不居才了 那这里黑方则是给他按准 那红方打掉 到这的话 黑方有一个 炮四金一很关键 实战他走到炮四平三啊 这是一个还手 因为这个棋的关键呀 就是红方他底线有攻势 你得想办法把这个炮给吊过去 那自然是要进炮打马 一旦一打他一过去 上马一踩一铺巢呀 那个马又火了 所以呢 红方虽然兵种好多兵 但是这个马不舒服呀 所以黑方完全可战啊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你退的话 人家马就上来了 所以黑方这个棋啊 用马再迂回过来去踩 所以实在可以对居 就可以结尾 你要强行下底线 他吃你一个子 对吧 这边还盯着嘛 你七一个子没道理呀 所以说这组棋啊 应该说炮四金一可以抗衡 关键时候 他走了炮四平三 结果被红方呀 底线一将 对方啊 如果推炮 下底线杀他 所以的话 他这个棋走的是弱势 那这样的话 红方呀 他退居回来就给你换 黑方的话也就打 红方就吃 经过这样一个交换之后 看似也是啊 解决了底线的问题 但是这边还是空虚 黑方决定一吃跟着炮就行了 在黑方看来这样没有问题 红方平了一步 底线仍然是有问题 所以他再跟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 认为你将军我可以退回去啊 黑方也就炮三平 想对杀 这儿的话 红方啊 选择是进炮 先打对方一步嘛 对方也就落相了 抓着炮 这时候下底线啊 正常你抓的话 他炮又退回来了 你的居位置差了 他不愿意 底线一将啊 想反击 红方落相 到这你无从反击啊 那眼看杀这事啊 他又不愿意退居回去 所以呢 正常就补一个 然后呢 红方就平均捉相 黑方到这儿啊 先杀他一将 红方捕食 他这个棋意思是过来 对个炮 就可以呢解围 那这儿的话 这个棋 红方肯定是要对 不然被跟住了 这对完之后 红方顺势把相给破了 黑方这个棋啊 他想苦顶求和 然后呢 走的是退居回去 看马 到这儿的话 红方是退居回来 守住兵线 接下来黑方走的招法是 居一平六 那这儿红方是 居七平三啊 随时三兵渡合 这个棋很有意思啊 那么如果这个对头兵 不存在的情况下啊 那居马单向啊 对上居马兵 有可能会合起 但是就是因为 对头兵存在啊 所以你将来这个足一旦一丢 那会形成双兵 就比较危险 虽然你有个足 但你这个中足 其实没有什么攻势啊 所以还是呢 有输起的风险 对方决定先退回去 不要的时候跳中马 那后来平局跟他对啊 红方呢 这个棋不急于过冰 就是担心对方 顶住之后应换的棋 那这儿的话 他选择居过来 吃中足 黑方则是啊 紧居看安住 那红方啊 如果冲兵 他这一踩 把你陷进去啊 再一逼对 可能就不好赢 或者说赢不到 那么红方他是退回 不给你纠缠 准备得过冰啊 往那绕 所以黑方肯定要把他逼退啊 不然他实现这个意图 红方这个马 退一步海阔天空呀 小兵要过 对方也不好去守啊 因为你飞向的话 这马从这边啊 铺巢你就不好防守这边了 所以他决定啊 正常也就上 先看住啊 那这时候主要还是 引你这个兵过去 兵过去他飞向一抓 一旦你再去看给你向掉 那兵丢了那这棋啊 就没希望了 红方这时候就先上马 还是贯彻 窝巢去 黑方则是跳马 他这步棋啊 就是右敌 一旦你一冲兵 他进去抓你 你不能动啊 你要是过来看踩你 要进去看被拉住 现在他马走开之后啊 你一对局就合了 所以现在这棋 红方不能过兵啊 他先飞向 这样的话 黑方也是飞个向 也不让你过了 走得非常顽强 红方这棋该如何突破呢 他走的招法是支式 黑方这边也是支个式 红方啊 平局 这里他是要上马了 就来赤马踩相 黑方则是看住啊 你上马的话 他局看着马了 你踩相也踩不倒呀 你铺巢的话 羊角是一挂出来了 所以暂时还是没用 红方又决定啊 平局过来 准备签对方 对方一走的话 再过去啊 吃相 那黑方先补试 不让你吃相 那你签的话 他不动也可以 不要是回马对就行 红方先挂个式 那黑方他就落个式 这两步棋 看怎么走吧 红方上马了 黑方补试 红方再上 这边可能有点空 黑方他出来先逃跑 红方上马 将来是有甩鞠啊 点将的棋 反正就牵住 你不能动 你一动踩一项 到这的话 黑方是鞠点进来了 想平过来看啊 换个位置 再平过来对鞠回去吃马 那红方就不管他甩开啊 就鞠马冷箭 黑方就先上来 到这儿红方是进鞠吃马 黑方就平鞠守住 他认为你的鞠马过不来 这边就是安全的 可见这个棋啊 引起难度有多大 那么看徐云川能否突破 他长去去吃足 一旦你一冲足他就过去了 所以他肯定要看住不让 那正常你吃他还可以看 好像这个棋熟的呀 固热心汤 此时的话 红方把象给拆了 这是关键 所以话 黑方的弱点就是这个 足跟象啊 自相矛盾 肯定要丢一个 有办法呀 他赶快退鞠回来 到这儿的话 红方再退鞠吃马 黑方这个棋 他是平鞠在堪 红方三兵又赌合了 所以一旦把这个单象一吃呀 这就危险了 刚才说到这个 鞠马单象啊 他是能守住这个鞠马兵的 但是象一丢啊 都不需要对头兵啊 鞠马兵就够赢了 因为必要的时候 可以一马或者一兵换双式呀 就危险了 接下来黑方呀 不得不进一个组 想对杀了 因为你单纯防守是守不住的 红方呀 这个兵啊 没人挡了 黑方他进足看马 主要是想举过来防守这个兵 红方顺势退回啊 这边附有一个跳马 然后这边啊 跳一将下去点杀了起 所以他速度很快啊 对方在这儿吃 红方啊 这个上当然是可以啊 他下兵的话 其实冲兵一将也是杀 所以两步杀起啊 黑方只好知识 想进来结尾 红方这时候 先来一将 不让你进来 那么对方正常啊 下去的话 这十一破就输了 所以他决定就落个誓 你将军我上天还不行吗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了吗 红方说不行 马四金二 这招的棋啊 杀人诛心 不然你上 冰三金一要杀你 下去的话就点杀 怎么办呢 想落石落不了 吃老将 想看还看不住 他这个棋的话 简单滚一将把菊给你吃了 如果复杂一点的话 就飞个象 杀一将 这得给你机会啊 但是你现在长江没有用 这个马族配合不上 看着冰三金一绝杀无解 所以这个棋啊 确实是犀利啊 当然你要是选择下去的话 想跑 他菊还在这等着你啊 这棋你是跑不了的 走这以后呢 看着可以逃跑 洪芳最后一招 菊六平五呀 就让他梦断自心成了 连冰三金啊 你想这个弃菊 砍兵 根本没有机会的 所以到这的话 给菊子不吃呀 最终徐川获胜